现在党智交点关心到 国民党立委张启臣 质疑政府总统用行政专机跑公投宣讲 礼拜一在立法院的外交国防委员会 要求国防部必须提供政府总统以及隔回 使用空居行政专机的次数以及缴费记录 但没想到一旁的国防部常务次长李宗孝 他却向被寻的国防部副部长王信龙说 不用回答他这些都有政治目的 一番话也引发正义 总统亲自出征中南部公投宣讲 但府院高层搭行政专机 油料费花多少成为立院攻防焦点 我只要求公布油料使用费 油料收入状况 胡王部副部长王信龙立院被询敏感议题 背后次长李宗孝空军参谋长黄志伟 向长官蒙摇耳朵 当成民进党的专用飞机吗 在他们去参加民进党的宣讲场合 不用答案 他这个是有政治 人民看 不用答案 他这个是有政治 人民看得下去吗 但这句话似乎讲得也太大声了点 上级早上都会把钱交过来 收多少有没有收 都有按规定收费 至于详细的金额不方便 副部长还真的四两拨千金 江启成提供资讯说从10月底到12月8号 一个多月蔡总统搭了6次行政专机 副总统赖清德10次 行政院长苏贞昌则是12次 但蓝鹰这头很不满 痛痞当成民进党专机拼公投 常任的次长居然在副部长旁边摇耳朵 说这个不用回答 有政治目的 在可见他们心中 真的就是用政治来思考国会的建筑 故意好像制造一种假象 代表说民进党行政不中立 就是一个国民党试图 利用这样的一个直询的方式 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 次长旺季控制音量却成为国会殿堂 史上最大声的悄悄话 不用答案 他是不是有政治 人民开 接受我们讲告知要 台湾报道